北京澳門聖火 本港時間今晚7點 就會運到北美唯一一站 美國三房市 北京澳門聖火 北美會在星期四凌晨展開傳送 當地警方採取歷離最嚴密的保安 而聖火未抵達之前 已經有藏獨支持者都根門大橋示威 葉幸麗布德 巴黎的奧運聖火傳遞活動 在一片抗議聲當中完結 警方拉了接近30個示威者 劉加希布德 而港協企奧委會會長伯振廷 對奧運火具在巴黎傳遞期間熄滅感到可惜 他又表示有必要檢討香港的保安情況 另外文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認為英法兩國在護送火具傳遞的過程當中 處理得當 他又說不相信香港會有人支持藏獨 相信下個月在香港舉行的聖火傳遞 會在政府精心策劃以及市民支持下辦好 轉起其他消息 三個男人協持他的妻子和警方對視五個小時後 五消防員把妻子救出 而兩夫婦其後被送到醫院警察 五十一歲的男人協持他的妻子 在屋內和警方對視 警方派出談判專家到單位門口 遊說男人投降 但男人不肯開門 消防人員也到場協助 多個警員就帶被警棍和盾牌上樓戒備 現場是阿公岩道明華大下一個單位 警方凌晨接近四點 接到一個女人報案 聲稱在單位裏面被丈夫襲擊 九龍安啟業村這個單位 在早上發生重火案 一對夫婦受傷 其中女傷者消傷一成半的皮膚 年任六十歲的男戶主吸入濃煙不息 逃出單位坐在公園 由救護人員參扶她上車送院 而她的妻子懷疑因為行動不便 背部和手部都消傷 面部亦多份黑 被送去聯合醫院治理 現場是啟業村啟祥樓的一個單位 在早上大概十點半 木裏面的地毯突然起火 消防人員到場之後迅速救息火警 現場的消息說 女護主曾經患有精神病 消防人員調查之後表示 起火的原因有可疑 警方會列作重火案來處理 答案由國際執行董事顏福偉 涉嫌非禮兩名男的士司機案開審 被告否認兩項毀虧侵犯罪 法庭傳召的士司機上庭作證 受害的士司機說 顏福偉在07年10月參加完公司慶公宴 坐的士回到住所途中 多次用手放在她大腿上 但因為司機當時專心開車 以為她是熱心 所以認為沒問題 直至顏福偉觸摸她的下體 辯方律師最初要求 將兩宗非禮案分開處理 認為03年發生的事已經過了很久 一起處理會對被告人不公平 但法官認為兩宗案件有性質相似 拒絕辯方律師的要求 政府修例容許僱員自選 強積金受託人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 建議沒有包括僱主公款的部分 不符合僱員的利益 促請當局同時容許僱員自選 僱主公款部分的受託人 陳佩思會道 國務院免去港澳辦副主任陳佐義職務 國務院宣布免除陳佐義職務 並且任命華健出任港澳辦副主任 陳佐義主管港澳事務二十幾年 在九十年代 陳佐義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 曾經批評當時的港英政府福利開支過高 最終會令到香港車毀人亡 陳佐義後來正式出任港澳辦副主任 直到現時退休 而新任命的港澳辦副主任華健 原任港澳辦聯絡司司長 先有四一會 稍後回來看財經及國際消息 稍後見 回到新年時間 本港股市年升四個交易日後有回透 港股估候的跌幅擴大 恆生指數跌超過三百點 恆生指數收市到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一點 跌二百六十七點 成交有八百七十七億幾 恆生國企指數收市到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六點 跌二百二十三點 港股低開之後持續偏遠 恆子跌到二萬四千二百點的水平 中國移動跌大概百分之二 而回控又在一百三十元的水平徘徊 亦都影響到大市的走勢 A50中國基金先升後跌 再度成為最活躍的股份 六行三寶的走勢向下 紫金礦業繼續受發行A股的消息刺激 股價一度升一乘二 鋼銅、鋼銅和焦金礦業也都是做好 而內地股市就繼續做好 資源類股份有買盤追捧 支持上海A股做好 一度重上三千八百點的水平 上海A股就是升十三點 B股升兩點 上證綜合指數升十二點到三千六百一十二點 互生三百指數升十五點 深圳股市方面 深圳A股指數升二十一點 B股指數升一點 深圳綜合指數升二十點 到一千零八十七點 而深圳成分指數升一百九十六點 到一萬三千五百九十二點 商品期貨價格上升 帶動到資源類股份做好 現陣煤業A股升超過半成 中國神華以及中煤能源A股也有吸納 不過中資金融股連升多日之後 又獲利回逃 人民幣匯價逼近七算水平 支持到航空股做好 國航以及南方航空A股升幅都是超過半成的 全體國際消息 日本關東地區受到大雨以及狂風影響 有國內航班受到影響 受到低氣壓影響 日本東部多個地區落大雨 又受到強風吹襲 不出街的人即使是有帶傘 都很難擋到雨 而雨團機場的三條跑道 因為水浸而要封閉 有大概一百班的國內航班要取消 不少的航班也都受到延誤 受影響的人數多達萬多人 強風也都影響到鐵路系統 千列縣多條JR航線有延誤 亦都有個別的航線要停駛 當地的氣象局預計 強風以及暴雨會持續到星期三 南韓首位太空人李素賢 會在本港時間今晚 連同兩個俄羅斯太空人升空 展開十一日的太空之旅 周圍基伯德 美國警方在由末世聖徒教會所擁有的農莊 已經救出超過四百個小朋友 和百幾個婦女 有前教徒益術 教派禁止他們和外界交往 將他們當成奴隸的 帶走而報道 美國報業最高榮譽普立之獎揭曉 華盛頓郵報成為今屆的大贏家 奪得當中六個獎項 而音樂人北戴倫也是獲獎表揚的 梁銘斯佛德 中東加塞地大的油公司 決定停止銷售燃油 抗議以色列減少供應量 加塞油公司聯會宣布 由星期一開始 全面暫停旗下油站的運作 以色列在幾個月之前 因為要阻止巴勒斯坦武裝分子 向以色列南部發射火箭襲擊 每個禮拜只會向加塞 供應18,000加輪石油 以及21萬加輪柴油 供應只是及加塞需求總量 不夠一成以及三成 加塞油公司希望透過停售燃油行動 迫令以色列增加供應 加塞地帶燃油短缺 已經嚴重影響到市民的日常生活 當局會優先向醫院 以及哈馬斯控制的政府機構 供應有限燃油 還有天氣方面 天文台預測 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今晚多雲 現時的氣溫是27度 雖然被濕度78% 在過一個鐘頭 經時拍錄得的 屏宮展望線指數是3 強度屬於中間 這樣展望未來一兩日 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溫暖 環保處的空氣污染水平 一般監測站是 介乎20至50 屬於輕微至中等 而路邊監測站是 介乎40至55 屬於中等至偏高 接著看未來七日的天氣預報 接著看未來七日的天氣預報 面部位迷的氧 幻眼山